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新闻出来了 拜登在6月非常有可能会在瑞士日内 跟普京见面 两个人美俄的领袖要举行高峰会 实际上各位可以看到拜登上任以来 现在目前跟全世界领导人见面 只有两位 这两位都是在亚洲的领导人 一个是日本首相菅义伟 另外就是最近在5月20号访问华府 在白宫跟拜登举行高峰会谈的文在寅 也就是一个日本的首相 一个韩国的总统 这两个是拜登上任以来 会晤为二的领导人 那拜登会会晤这个菅义伟跟文在寅 很明显的就是要围堵中国 所以美国的政策 从川普到拜登 不管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他的方向跟政策性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心中的头号大敌 已经不是俄罗斯了 而是中国了 中国是美国心中最主要的假想敌 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一上任 就是跟这个菅义伟跟文在寅 这个会面 而且呢 两这个美国跟日韩两国 他们所共同发表出来的这个声明 都提到了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跟安全 这个是很罕见的 就过去从来几乎没有见过的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都把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跟稳定 放在美国跟日本 还有美国跟韩国的共同声明上面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要形成一种 就是所谓第一岛链 去围堵中国的这样的意味 问题是 台湾除了获得这一句口头上的支持之外 那实质上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倒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实际上面 因为最近包括科匹 很多人都讲说 那美国为什么都不给我们疫苗呢 美国给拉丁美洲几千万剂的疫苗 为什么呢 他就不给我们疫苗呢 把我们台湾当成是盟友 然后晶片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但是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莫德纳疫苗 我们拿不到这个 美国其他的疫苗厂的疫苗 这个科匹有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质疑其实呢 可能不单是科匹 也是很多台湾人的质疑 到底美国心中在想什么 那么可以看到 美国这一次 拜登跟文在寅的会面 其实韩国收获很多了 因为韩国除了这个就地缘政治问题 跟美国进行谘商之外 协商之外 另外最主要韩国要的是 这个亚洲疫苗的代工地位 那大家知道说韩国其实它下面有一家很大的生物制剂公司 就是三星生物制剂 三星生物制剂在韩国股市里面 它的市值是排前五名的 是一个大的大型全资股 是很大的一档股票 那三星生物制剂在这一次 美国跟韩国在华府举行的高峰会之后 他拿到了这个莫德纳的代工订单 拿到莫德纳代工合作的协议 包括谅解备忘录等等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高峰会上面 另外他们还举行了一场这个所谓的疫苗高峰会 那这个疫苗高峰会 由韩国跟美国的双边的厂商 共同参与 在美国跟韩国相关政府部门的 这个共同参与之下 总共签了四个协议跟谅解备忘录 其中一个就包括就我们刚讲 莫德纳的这个代工的合约是给了三星生物制剂 那另外美国还有一个疫苗大厂 药厂叫诺瓦克斯 他的这个疫苗的代工呢 跟研发呢 是跟SK的生命科学合作 那就是说SK旗下的生命科学这家公司合作 所以韩国现在拿到的代工 疫苗代工 已经有四款了 一款是俄罗斯的卫星V 另外一个是诺阿瓦克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AZ 还有一个就是最新拿到的莫德纳 所以文在寅这次笑得很开心啊 因为他讲说他的目的就是要结合 美国的创新技术 加上韩国的代工能力呢 打造韩国呢 成为是亚洲的疫苗 胜获全世界疫苗的代工的枢纽 那当然美国会要求韩国付投期款嘛 你我给你疫苗 我也相对要你投期款 就要求这个三星到美国去投资晶圆厂 所以三星也承诺啊 投170亿美金到美国去设晶圆厂 所以美国现在呢 已经发表说呢 未来美国要再多建7到10座这个晶圆厂 那这7到10座晶圆厂 其实可以算得出来 两座是Intel要投资的 我记得应该是200亿美金啊 要设的晶圆厂 还是300亿美金 Intel承诺要建两座 这个晶圆厂 另外先前台积电一座嘛 现在已经开始在动工了 2024年要投产 在亚利桑那州 现在传出来台积电不是只有设一座 设六座 也就是说呢 从原来的一座变成六座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 六座加Intel两座不就八座了吗 那八座再加上三星的 不就刚好是十座了吗 九到十座了吗 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就讲说七到十座的晶圆厂 所以一算就是三家公司嘛 那拿韩国拿到了疫苗代工订单 然后付出了这个三星要到美国去设厂的头期款 那么台湾呢 台积电不是要去设厂吗 那台湾拿到了什么呢 那台积电如果是去亚利桑那州设六座晶圆厂的话 等于说月产会达到十万片 因为他现在目前一座晶圆厂的月产是两万片 那投资总额会上造台币 因为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金额至少两千亿台币 所以六座呢是上造台币 投了这么大的金额 然后月产十万片的晶片 这么大的规模 十万片晶片的规模有多少呢 十万片晶片大概他的规模是台积电现在五奈米 这个月产量的情况 台积电现在五奈米就是大概他月产十万片左右 那台积电一个月的产量呢 大概差不多有一百多万片了 所以说呢 等于说把五奈米的这个产量搬到美国去了 而且呢还据说这个六座晶圆厂呢 不是只有五奈米还有三奈米的 最先进的晶圆技术呢 全部拿去到美国去 那我们口口声声说的细顿未来还会存在吗 因为美国摆明了 这就是说最重要的最先进的这个制程的晶片呢 都要在美国就地生产了嘛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三星也去了台积电也去了 然后Intel自己在那边设厂了 那各位就想看美国的这个算盘打的是多么的精啊 那当然韩国就会叫美国给对岸啊 韩国的对岸就是说你要给我们减税啊 同时呢你要基础设施要帮我们做好啊 这个三星去要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啊 那韩国的这个当场向美国要求这些对岸 好像美国的商务部长要求这个对岸 那我就想去问呢 那我们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投资 有拿到这些相对韩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岸吗 有没有要求减税呢 有没有要求基础建设呢 有没有要求贷款的补助呢 有没有让台积电下去投资呢 降低成本呢 那这个就打个问号啦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看起来新闻媒体报道是没有写到这一些啊 所以说这样一比较起来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不觉得吗 在美国心中韩国似乎比我们大了 韩国是踩在我们头上了 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跟文在寅之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 是从疫苗合作到半导体合作到电动车电池合作 各位去看他合作项目很多 甚至还包括电动车电池 我们刚才谈到电动车是未来大商机 那韩国极力在打造电动车这个产业 电动车电池是韩国极力在发展的产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动车最重要的这个技术 其中之一就是电动车电池嘛 那如果美国他今天把整个合作的对象 在这么重要 未来长期的疫苗是一个未来全世界最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 电动车也是一个最重要产业发展方向 然后半导体更不要讲了 这个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发展方向 全部跟韩国合作的话 那台湾呢 这就我的疑问啊 那台湾呢 口口声声说台湾是盟友 那台湾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质疑也不是空穴来风嘛 也不是像柯P的质疑也不是无地放始嘛 我觉得他的质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台湾呢 那在跟美国bargain的同时啊 在美国deal跟交易的同时啊 我们有什么一个交易的对岸 我们有什么的交易的策略 跟美国谈的技巧啊 或是说你来我网啊 这种谈判的策略方向是什么 看起来韩国是比我们有策略有方向哦 感觉起来是这样子哦 我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是如何哦 我个人看是这样子哦 至少这一次美韩高峰会上面 美国有拿到他要拿的东西 韩国也拿到他要拿的东西了嘛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 我看到美国跟韩国这样的高峰会谈 我就会想到台湾跟韩国是处在绝对竞争的地位上面嘛 未来这些重大产业发展方向 台韩是一个绝对在国际这个领域上面的较量啊 重点的比拼的对象啊 结果美国现在压保韩国